我知道各位 這一趟回來最關心的就是政府的政策方向 尤其是直接影響亞洲經貿布局的新南向政策 政府之所以提出新南向政策 是因為我們相信 臺灣應該 也一定可以 在亞洲未來的發展扮演關鍵性的角色 過去幾十年來 臺灣在亞洲經濟發展當中 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們主要扮演的是資金技術的提供者 以及資源整合的重要角色 在各位臺商先進努力之下 臺灣和東南亞 南亞各國 大多已經建立起緊密的經貿關係 在這個基礎之上 我們要更積極地來參與區域的發展 把握住新的趨勢和需求 共享資源和市場 和鄰近國家一起來打造 亞洲經濟的未來 這是我們推動新南向政策的重要意義 現在政府已經擬定了新南向政策綱領 推動計畫和細部工作計畫 我們也會採取長期具體的作為培育人才 為企業找到優質的投資機會 要實現新南向的目標 需要各位共同的努力 這個是政府和民間都要持續共同來做的事情 我期待在座各位 台商先進都能發揮人脈 貢獻經驗 扮演國內企業和新興市場的橋樑 在臺灣的經濟轉型最關鍵的時刻 能夠發揮最關鍵的力量 在國際上打拚有台商組織的支持 就能發揮更大的力量 所以政府的任務 也包括要協助台商組織的永續經營 也能夠栽培新世代的人才 我們會積極鼓勵各地區的台商會 舉辦清商活動 深化海外青年跟臺灣的連結 喬委會就有很多培育海外青年 清商精英的政策 就是要協助企業界培養順利養成中間的幹部 遍佈亞洲的台商 是臺灣維持國際競爭力的寶貴資產 各國台商的營運布局 就是我們最重要的事情 最後 我要祝大家訪問的行程 圓滿順利 事業興隆旺盛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